奥特打黑腿 比方說打一百一十 這是奥特跑出來的 這一組做出來就是我們 剛剛給你看那個火腿的這一組 內子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一組 有沒有 它就一樣 這是內子 好 再回頭 如果你要畫那個 那個 那個尺條 就是要尺條 好 尺條要多長 我記得有長度吧 然後不能把他們在這裡 內子 怎麼會在四個尺條 好 尺數啦 尺數再決定尺條 比方說我們一千三十尺 我希望它有 六十尺 好 尺條自己會加長 在那個尺條 所以當你輸出的時候就有尺條 所以老師我們現在已經畫了幾樣東西了 內子 外子 尺條 還有什麼 沒有了啦 如果各位小學們變形齒輪了 不好意思 那個尺條 等一下 我要給你們看 我們那個內子 可以讓我們示範一下 OK OK 這時候我們知道 我剛剛有幫我跟你們叫 押控器蠻重要的 這個叫做 PG diameter 就是我們結緣直徑 我講義沒有寫有沒有 什麼叫結緣直徑 從這一圈到這裡 我一點才亮起來的發現 好 待會我再切回原來 這是六十尺的 如果可以剛剛看了這一個 外尺的話 你看 結緣直徑就九十嘛 一點五乘以六十是不是九十 所以剛剛我們是畫四十五還記得嗎 如果是三十尺要畫多少 二十二十五還記得嗎 四十五有沒有 半徑是不是二十二十五 所以剛剛為什麼 你組合組的時候 要畫到十二十五跟一個四十五 是這樣 所以你們剛剛其實學的東西是完整的 來 我們剛剛老師給我 下一個通疊 老師你給我畫一個 老師也好輸出 來 Yes 是DSM 然後DS桌面 我們按 按1.5 60尺 我寫一個面 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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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560尺 OK 來 我們來畫組合組 好 剛剛老師講這裡 我們這裡示範這裡 我從頭做一個 來 好 來 如果我這裡有Pastidia 其實都有了 但是我重新建一個 怎麼辦 一樣我可以再建立另外一個Pastidia 一樣的Pastidia 它會寫 可以 欸 有啊 Pastidia 有啊 當然這裡可以重新命名 你要重新 你要重新也可以 內 齒文 所以這每個都可以命名重新改 OK 好 點這裡 來 同樣的 我同樣做一遍 重新做一遍 給各位看 來 為草圖 點這裡 一樣 剛剛的動作要做一遍 1.45 1.45 等1.45 你們都比我厲害了 1.45 1.45 1.45 好 一樣 繼續 好 這時候重點來了 畫圓中心多少 3 畫圓中心多少 這一個 2.45 另外一個人的畫圓中心 來 我跟你講 這一個我要畫圓中心 這是假的喔 我給他一個假的圓中心 來 標指順 這個2.45是沒有用的 這個沒有啦 如果是我沒有啦 那真正的是要 真正的圓才是要 然後標指順 這裡到這裡 這裡要標 22.5 為什麼 剛剛是一個90 半斤是45 30指呢 半斤是22.5 這時候要減 為什麼要減 在內部 除了這裡要打22.5 OK 可以嗎 可以喔 沒問題 我這時候偷偷導演講 好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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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 那個草圖先倒腳 對對對 也可以啊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是 真正的做法 倒一腳最好在那個 在那個師弟在做 會比較好 那個 那個是蠻細體的 只有那邊 有機會啦 那以後 有機會 有機會 三 好 這時候是不是有兩個圓 這個圓是假的 為什麼是假的 我跟你講 來 在畫草圖 它要去裡面 我點這個表面 然後叫出另外一個圓 PSF 來一個 位路 好 點進來 好 這個來了喔 來之後 這個我一樣漲長 3mm 新建平均 對不對 這是一個環 然後點 還是這個面 沒有差 炒圖 插入DSA 我還記得剛剛我們的 來 30尺的 插進來 好 點30尺的 插進來 好 直接漲長 新建 師弟喔 剛剛有老師點到曲面喔 沒錯 好 這樣是不是有三個一鍵 好 我繼續建一個Studio 所以我現在要再加另外一個Studio 喔 已經太多了喔 對 好 再加一個 圓圓鍵 好 我現在給它密明了 才會找一堆 我這裡面已經很愛 有個列子輪了 欸 很厲害 好 另外一個列子輪之一 插入 Steam有萬嗎 不對 另外一個 不是啦 另外一個 我要插入來的 Scute2吧 這個類似的 好 那這個就可以離開喔 來 同樣的這一鍵我把它固定 這一鍵 點這個面 來 叫做 圓 圓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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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你可以拉開 我這齒輪少一解 等一下 我這齒輪會少一解 我看一下我們來面齒輪 面齒輪不應該少一解 啊 有一條線 來 沒關係 面齒輪進來之後有一條線 等一下 所以我會到我的 面齒輪 面齒輪叫做面齒輪 這齒輪就再來 改名字 改到自己畫面齁 這裡齁 這裡齁 錯掉了 來 我們看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哪裡說 我們看一下齁 草圖二 等一下齁 草圖二我要編輯 為什麼呢 這一條線進來的時候 它變成磁線 這條線我要改成什麼 好 見過線就好了 好 來 推開一下 我的齒輪就完整了 你看 所以我有發現 你們有沒有發現 沒有 齒輪少一解 我少一解 我看不對勁啊 齒輪才這樣 好 這時候一樣 齒輪一 我要去調整位置 我會編集 不可以有動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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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腳步可以調啦 拉一下齁 一個拉腳步齁 好 確定 這時候 這個 好 這時候兩個轉向呢 要注意喔 好 它會是保鏢 所以大家要調了嗎 一點點保鏢 這要調腳步齁 因為它這個直接用腳步抓了 所以我必須兩步留一下 這個對的 我拍在這個 好 所以這個有動齁 弄腳步所以我把它弄一下 這個就是調 但它因為是假的 所以你也不用調太多 請就稍微調一下 比較準一點 不要說 一開始就知道 撞到一起 你會多難看對不對 所以大概調一下 OK 點數齁 所以我們現在齒輪結合 轉動一 轉動二 哇 要調回來 不太準 才變好長是這樣 好 到底是體力多少呢 轉動一是哪一個 這第一個嘛 所以這時候比例要打二 我先滴下去 你轉動它對不對 哇 錯邊對不對 對 錯邊怎麼辦 還記得嗎 這裡勾個反向就好了